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保持着高密度高质量的战略沟通 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 中法双边贸易额实现较快增长 航空航天农业食品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两国在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 非洲发展等议题上 密切沟通和协作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历史质变 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具有独立自主传统的大国 作为世界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坚定推动者 有能力 有责任 超越分歧和束缚 坚持稳定 互惠 开拓 向上 和中法全面占领伙伴关系 大方向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 繁荣 总统先生这次访问是对 是中国对外交流 全面重启 全国两会成功召开后 欧洲国家元首 首次访华 相信这次访问将为中欧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 带来新气象